陈议员 酒店业方面 就你所知 他们对于做隔离设施的意向又是怎样 其实如果清晰指引给了酒店 给足够的保护衣物 还有给一个简单的足够的培训 给酒店的前线人员 我相信在现在这么严峻的环境里面 酒店业是很愿意的 如果不是到现在 不会有二十几间愿意帮忙 酒店其实我觉得就不是很适合 用来给确诊或者是要医治一些轻症的病人 因为在运作上是真的比较难的 还有你医护人员就算进住了一间酒店里面 他每间房这样去做其实都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方仓医院和临时医院 是陆续落城之后 酒店其实应该是给一些密切接触者 譬如你好像说劏房的情况 有位护主感染了 但是太太和儿子没有地方住了 其实就应该是安排他们入住这些酒店 为了应付大规模的隔离需要 政府陆续就会公布更多有关隔离措施的安排 包括3月政府就会增加多1万6千个单位 主要是来自启德邮论码头改装 以及社区隔离酒店 另外还会在空置用地增添多隔离措施 目标是增加到5万个单位 政府现在说会增建隔离措施到5万个单位 你觉得足不足够呢 卫生防护中心都已经提示了 每两至三天 我们本说的确诊人数是双倍的 那就是说可能在三天之后 我们每天的确诊人数是去到2万的 如果这个趋势是没有其他方法 是压止了来 其实5万个床位很快在几天内就会填满的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担心 但是大家就会问 是否无此境地加进去呢 那我又在想 就是政府应该要尽快 就是一个流动性的 什么叫流动性呢 譬如足够湾的检疫中心 以及现在有些酒店的隔离中心 我自己也收到很多的个案 他们自我检测已经是阴性的 但他们仍然是被隔离 或者要留在那个单位那里 所以如果是已经康复的人士 我都希望政府不要只是一方面 就是在家建的病床 另一方面就是要将一些 确诊者本来确诊者 现在康复的病人 要腾空他们在用的病房 或者单位给有需要的人 这样才可以有一个流动性 去帮到现在未来确诊 或者现在在家居 还在滞留着未能够入院的病人 那你认为还有什么地方 是可以兴建这些隔离设施呢 我看到政府已经在很多不同的地段 都是已经找出一些空地出来 去兴建方仓医院的 但是如果再考虑有什么地方 可以用来做隔离设施呢 那我建议可以考虑一些展览场馆 以及一些运动场馆 这个会展的场地 和亚博馆是有些相似的 而且我也查过他们的面积 其实还比亚博馆大的 如果亚博馆都能够 就是改建为一个临时的接收我们一些轻症的患者 那政府就说 会再兴建多七间的方仓医院 你认为可不可以去舒缓现在这么紧张的情况呢 有学者也研究了 现在香港可能根本有20万人确诊 我们上报了可能只是不够三分之一 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把那个病毒截断 去减少确诊的病人 其实你不停加建 那个病毒譬如今天我们有确诊是一万人 其实三天之后就变了两万 再之后变了四万 四万就有机会一天是十万十几万 那你现在只是去不停追着落后 其实是我想全港市民都感觉到 追得很辛苦 大家其实未感受到 是说已经可以很快安排入院 或者已经是疏导了任何的瓶颈位 所以在政府去建这个方仓医院七间之余 同步一定要采取措施 将病毒截断 减低那个感染的人数 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不是怎么加建的话 都是不够的